大餐真彩要來台灣喔 然後我主要目的是想要提高 男生們就是 很臭壞的方法或是知識 然後我真的希望很多台灣人會支持我的活動 大餐真彩要來台灣 Push… 大家好我是Appleman的Leo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說 2024 月20號禮拜六 在三串的Clapper Theater 就是台北市的三串Clapper Theater 大餐真彩要來台灣喔 我今天的這部影片當中 想要跟大家分享為什麼她要來台灣 然後這一次的這個活動內容是什麼 然後為什麼我決定舉辦這個活動 其實這個活動是我自己舉辦的 那為什麼我要邀請 在日本很有名的AB女優來台灣 那這個活動的意義在哪裡 這些部分我都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就是大餐真彩 她要來台灣這件事情 我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詳細的內容 第一個什麼時候 2024 月20號禮拜六 在哪裡 台北市三串Clapper Theater 就是三串的五樓 有一個類似電影院的地方叫Clapper Theater 就是在那個地方五樓 那幾點開始呢 最快最快應該是12點開始 或者1點左右開始 怎樣的內容呢 主要是想要跟台灣的情侶們 還是男生們 知道真正做外的方法是怎樣怎樣 主要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說 A片是演戲 他不是真正的做法 可是我覺得很多人誤會 然後可能很多人 其實包括日本人啊 他們要跟他們的partner 就是做愛的行為的時候 就會模仿A片的樣子 因為大家都沒有被教育 就是沒有被叫說 你那個做愛的方法要怎樣怎樣 所以我這一次想要邀請AB女優 來跟大家分享說 其實A片是演戲 然後女生真正要怎麼做 因為他很有經驗 這次邀請了沙山真慘 他去到已經10年 然後他其實是上過NHK的AB女優 你會想像NHK 那個保守的平台其實會有AB女優嗎 為什麼呢 是因為他對性教育 就是有相當的知識 然後他自己本身也是常常就是 講到性教育的事情 他其實也是在寫小說 他其實寫得蠻厲害 不過我想說這一次 如果我要舉辦活動的話 我必須邀請有一個說服力的人 不然譬如說 如果我就只是講話說 大家什麼做愛的方法要怎樣這樣的話 你不覺得沒有說服力嗎 我沒什麼經驗的 對 沒什麼知識 所以想說這一次我特地邀請 日本的很文青的那種 AB女優來台灣 為什麼我這一次想要舉辦這個活動呢 主要是想要提高大家做愛這個方法的知識 為什麼我會這麼想呢 是因為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真心話 就是我坦白講一下 我在一起的時候啊 有一天我在網路上在看 台灣的日本的一些 一些就是有的沒的那個東西 然後呢 我有發現就是男方 就是男生啊 他開始模仿A片的樣子 譬如說那個家庭印的那個動作啊 那些 然後我想說 等一下是不是台灣人都不知道 A片是其實是演戲的 就是男生不應該模仿A片的樣子 然後我看的時候 我其實蠻相當的笑 我想說 欸怎麼會 坦白說 很多日本男生也不知道 A片是演戲的 然後這個會導致什麼呢 其實日本的某一個研究發現 好像93%的女生 對他們的男朋友啊 還是對他們的partner 那個作外的方法不滿意 93%喔 那這個台灣的話我不知道是多小 可能可能是70還是80還是更高 這個我不曉得 但是我相信一定是一半以上 我知道在台灣常常有成人長啊 然後還有一些 阿跟AV女優的粉絲見面會 我覺得這些活動是 Tender相關的公司 就是說就好了 就這個應該不是我要做的事情 我要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是自己本身就覺得有趣的活動 然後這一次的這個性教育的活動 我覺得是蠻新鮮 啊 蠻新的 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說 搭上這菜他要來台灣 然後有項目的是想要提高 男生們就是 啊 走壞的方法或者知識 然後我真的希望很多台灣人 會支持我的活動 然後當天我最想避免的是本人來 然後就看到很多很多空的位置 這是我最不想走的 其實這個活動啊 我在別的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已經是蠻多心思的 其實如果我非常非常努力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利潤 可是現實來講 舉辦活動 然後轉錢這件事情是蠻難的 然後這一次也是一樣 沒有例外 對 但是我還是想要做這個活動 因為我覺得這個活動 這種活動是蠻有趣的 然後有意義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支持我 謝謝大家 活動詳細的訊息啊 我都會在下面的那個Description的Bluetooth都會寫 我們在現場見面囉 謝謝大家 掰掰